歡迎收看阿翔老師 佩妮教數學 那在看這個重複組合的問題之前 你要先搞懂題目的情境 以下有三種情境 它背後的數學邏輯是一樣的 哪三種情境呢 說M件相同的物品分給N個對象 那舉例來說 買滷味每一種10元 我手上剛好有100塊 然後我就換了10個10塊錢對不對 假如說我滷味它裡面有 四種滷味是我喜歡吃的 什麼甜不辣 然後杏鮑菇 香腸好了 然後米血 我這10個一樣的10塊錢 我要把它分給這 四種不同的滷味 有幾種選擇 我可以甜不辣買兩種啊 杏鮑菇買三份啊 這樣就50塊 然後米血買10塊錢就好了 然後剩下的我買什麼 香腸 香腸買40塊這樣 這是一種選擇 那我也可以怎麼樣 全部都買米血 這是一種選擇對不對 所以四個不同的對象要分這10個相同的物品 有幾種分法 跟第二種描述的情境叫做 從N種不同但足量的物品中取出M件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 這四種滷味放在那一格一格格子裡 都放好多個 都放了二三十格這樣堆在那一格裡 一格一格的 那我去夾嘛 我總共要夾10個嘛 所以它是足夠的 我就算10個全夾同一種也是足夠的 這四種不同但是足夠的滷味 我總共要夾出10個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你在情境裡面感覺到這個 第二種故事是我要把它從裡面挑出來挑10個 第一種故事是我要把10個不一樣的東西給出去 可是給的對象是4個不同的對象 好像是一個是挑出來一個是給出去感覺好像不一樣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它沒有不一樣 你從這個4格裡面剪10個出來 那就是說我一開始決定好我這10個10塊分別要給這4種滷味 各幾個然後我就從裡面剪幾個出來對不對 所以等於說我這10個10塊相當於是一種選擇權 我分配選擇權就等於我再把它從裡面挑出來 那可是你要注意就是說我一旦挑了這個這一種挑三個 那這三個是沒有差別的這樣 好它跟第三種情境是一樣的什麼情境呢 我說我的最後我買甜波辣X個 杏鮑菇Y個 然後這個米寫Z個和香腸U個 X加Y加Z加U等於10 問你我這樣子去找到的非負的整數解 有幾組也就是說它可以是1117 0217 它可以是2233 它可以是4411對不對 這樣子全部的非負的整數解有幾組 那其實就相當於是我把我的10個10塊 分配給4個不同對象有幾種分法 所以這三種不同的情境背後是同一件事 同一個數學邏輯 一定要先認清楚這件事情 我們再來看它是怎麼算的 如果你可以理解它是同一件事的話 那它到底怎麼算呢 所以我現在要把10個 我們剛剛都講10塊錢10塊錢 那我們現在以這個算式為我們的思考的核心 我要把10個1 分配給4個對象 分配給4個對象 它可以相當於怎麼樣呢 我把10個1分分分 分成第2、第3、第4、4堆 那我在分這4堆的時候 其實我4堆只需要3個隔板就好了 所以我把這10個1加進3個X 或者說我剛剛把我10個10塊加進去3個1塊 這樣總共13個東西排一列 我排一列如果我排出來的結果是圈圈X 圈圈圈圈圈XX 這樣幾個 圈圈圈 那以這個第1個X、第2個X、第3個X就可以分成4堆 我就得到2503 這樣就是一種 所以說 10圈三叉排一列 總共有幾種排法 那麼X加Y加Z加U等於10 就會有幾種非負整數解 那麼 從4種不同但足量的物品中選實踐 或者 把10個相同東西給4個不同對象 就會有這麼多的答案 這麼多種的取捨方法 所以總共是 13個 我們剛剛講10圈3X排列 所以是13接除10接3接 這個13等於說你排列有1到13號 配給10個圈和3個X 圈相同X也相同除掉 所以它是C13取10 我們對應到剛才的情境 因為我們剛才在描述這個故事的情境裡 都沒有提到13 所以我們有一種書寫它的方式 是寫成H4取10 上面放不同的 下面放相同的 下面放相同的 那跟你說 如果你寫了HN取M的話 它就會相當於 算出來就會相當於 上面是 那你 如果剛才的故事你有記住的話 就是說 我總共要把這10個相同的東西 用4-1個 隔板隔開 所以才合起來會是13個 所以你其實總共在這上面 會是這個10加4-1 所以說你寫HN取M的話 它算出來就會等於是C 這個M加上N-1 然後取M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 重複組合的這個H記號 一直以來 在之前 一直以來台灣在交到重複組合的時候 在高中端 大部分都會有交H 但是也一直以來在國外 有的國外的課程和教科書 是有用H這個符號的 有的就沒有 那你說那沒有他們怎麼算呢 他們等於說每次遇到類似的情境 他也不是不交 他要交 只是他每次遇到類似的情境 他都像我們剛剛這樣想一想 討論討論 討論 討論到說 可以理解到說 他是這個M M個相同的東西分成N堆 所以需要N-1個隔板 所以會變成是這個M加N-1 CM加N-1去取M 所以說他們等於說 這個問題是 這個 組合符號的一種特殊情境 這樣子 每一次遇到這種問題 都去把它想一想 用C來寫 就不交H了 那我之前其實有提過 就是說 H的符號也罷 C和P的符號也罷 它是一種我們思考的休息戰 所以我並沒有特別的覺得說 一定要或一定不要用H 就好像我們一開始教排列組合 我是不是一直帶大家用幾接 除以幾接幾接 我一開始的確有 比較少在使用P跟C 因為我希望大家知道 它本質上其實就是階層 討論計較順序還是不計較順序 這樣子 但是等到我們慢慢的學習熟練了之後 因為我們要處理更複雜的問題 所以你要一口氣一路想很長 會比較辛苦 這個時候如果你能夠掌握P和C的符號 它可以讓你想到某一個情境說 這個就是C的學習 然後你會對的話 那這樣子也許你會 在想複雜的問題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順利 像H的時候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後面也會處理一些 比較複雜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有使用H這個符號 也許會讓你比較順利 但是我們也要考量到一種情況 就是也許學生 沒有辦法很好的把他們都學起來 那他會因為有符號可以背 可以套 那你就會常常看到一種情況 就是說學生一看到就想 這個是不是P3曲級啊 這個是不是H3曲級啊 根本就不是 他其實應該要先想好 情境是發生什麼事 才去對應有沒有我們常見的這個符號 可是他們有的時候因為沒有辦法 就是完整的學習學得很好 所以就會比較傾向於說 猜猜看是不是用P還是用C 這樣子 當老師常常看到學生這樣錯的話 就會去檢討說 我們是不是乾脆不要交這麼多符號 讓學生不要去依賴這個符號 那我覺得都有點道理 因為有人會學有人會需要有人會不需要 那你說是不是學得不好的就不要用這個符號 倒也不見得一定 因為你不用這個符號他也寫不出來 愛還是寫不出來 他就是我剛剛講他要想那麼長一串就比較難嘛 所以這個看人看情況那我是都會教 那愛用就用不用就不用 我覺得無所謂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情境 五名同學買冰 冰有四種口味 有巧克力草莓抹茶和芒果四種口味 那五名同學一人買一碗 對老闆來說有幾種賣法 那對學生來說有幾種買法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對學生來說 假設我們最後五個人 巧克力買了兩碗其他各買一碗這樣子 對學生來說 我吃巧克力你吃草莓他吃芒果 他吃抹茶他另外一個也吃巧克力 我吃的是巧克力 跟我吃的是草莓 是另外兩個人吃巧克力然後芒果草莓 有沒有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啊 我吃到什麼就不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對學生而言 ABCDE五名學生誰吃巧克力誰吃草莓有差 對老闆而言抹茶才沒有咧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生意很好的雪花冰的店 或者是生意很好的廣東粥 他們都怎麼做的呢 因為客人一直來點 他們就會把透明的塑膠蓋疊一整疊 然後你來點的時候 他就拿一個透明塑膠蓋上面寫巧 然後先放旁邊 你要什麼草莓兩個 再拿一個草莓 你要什麼芒果 他這樣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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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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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旁邊有一個人一直在做 一直在一直在做雪花冰 做雪花冰 然後拿那個碗裝了之後他就看一下 再拿一個蓋子來 草莓 他在做一碗草莓 再拿蓋子來看 巧克力 還是在做一碗巧克力這樣 所以對老闆來說 他不在乎你誰吃到什麼的 他在乎的只有什麼 我要做幾碗巧克力幾碗草莓 對不對 所以對老闆來說 他是有幾種選擇呢 他有幾種賣法呢 那就是說 就是說有四種不同口味 可是怎麼樣 總共賣五碗 但是五碗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五個透明蓋子 我這五個透明蓋子 我要把它集中一些 寫巧克力 一些寫草莓 這樣子 那總共會有幾種寫法 這就是什麼 把五種相同的透明蓋子 分給四個對象 或者 在四種不同的口味裡面 取五件出來 或者說 X加Y加Z加U等於5 所以呢 那就是我們剛剛講 H4取五 上面放不一樣的 四種口味 下面放一樣的 五種 五種冰 所以你可以寫H4取五 或者你可以再進一步想 那這樣子是等於8 我剛剛講X加Y加Z加U等於5 所以把五個E分四堆 分四堆的話需要三個隔板 那三個隔板 等於說五個E和三個X排列 是八個東西 八接除三接五接 或者說C8取五 那你會發現他這個所謂的8 就是從這個4加5-1來的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 像我剛剛說你想到他就是8接除以3接5接 這樣也很好 也不一定要用C 就把它想清楚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對老闆來說 但是對學生來說 他就不是五個透明的 透明的蓋子 五個學生是不同的學生 那跟四種冰 配對可以重複選 可以選一樣的 那會有幾種 按個暫停想一下 那如果我給提示 答案問你 是四的五次還是五的四次啊 這個五個學生買四種冰 所以是四的五次 還是五個學生買四種冰 所以是五的四次 那我們之前在交重複排列的那個單元的時候 提到 不是念起來順不順的問題 也不是記得好像是怎樣的問題 而是怎麼樣 你要問自己 如果我寫四的五次 它是四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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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如果我寫五的四次它是五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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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在五個學生中挑一個才會乘五 再來在五個學生中再挑一個 再從五個學生中再挑一個 然後可以一直挑從五個學生 那這樣什麼意思 巧克力要給誰 五個學生中挑一個 然後草莓五個學生中挑一個嗎 那我不能夠巧克力給好多碗嗎 你就會發現說這個不合我們的故事 那如果是四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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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種不同口味的冰裡面挑一種 接著第二個學生從四種不同口味的冰裡面再挑一種 第三個從四種不同口味的冰裡面再挑一種 對 而且怎麼樣 我們有講 成了又成是有差異的 是不是五個學生是有差異的 對 可以嗎 所以有幾種賣法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四的五次 那也在這裡就說一下 那如果有學生在第一小題 他就答四的五次 因為他想的就是說第一個學生有五種 有四種冰可以挑 第二個學生有四種冰可以挑 那怎麼樣呢 那就是我剛剛講 對老闆來說 你沒有差異 我們這個成了又成是有差異的 可是對老闆來說 第一碗 第二碗 第三碗是沒有差的 可以嗎 所以他沒有差異就不是四的五次 不知道你剛剛那一題有沒有答對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題 書局裡有七種不同顏色的筆 如果我從中選五隻帶去學校 我要買五隻把他帶去學校 有幾種選法 那如果我從中選五隻不同顏色的買 那有幾種選法 那因為在書局裡那個筆是設定為足量 那所以說這個七種不同的但足量的物品中選五件 所以這個是再講一次上面寫相異的 所以七種不同的選五個 所以這是H跟C和P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H上面可以比下面小也可以比下面大 但是C跟P一定是上面比較大的 那也就是他是C11取五 C11取五 可以嗎 所以我們這個學會這樣子的討論 作為我們的休息點 那在討論在溝通在書寫都會快一點 所以我覺得學起來也是有好處 那如果我是說我要不同顏色的 五隻不同顏色 也就是說我每一種只有要一隻而已 那就會變成怎麼樣 變成七種不同顏色 配對給圈圈圈圈圈圈XX 一對一配對 他就沒有這個重複性 對不對 因為他每一種顏色只有一隻而已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是七階除以五階二階 也就是C7取五 那再利用這一題再做一次練習 社團中選社長的時候有四名候選人 二十名社員一人一票 採記名投票和不記名投票會有幾種開票結果 如果記名投票的話 你就會看到誰投給誰誰投給誰 所以他的結果會是 來四的二十次還是二十的四次 答案是四的二十次 每個人有四種選擇 選了二十次 你如果二十的四次變成說 在二十個人中選一個投給甲 然後二十個人中選一個投給乙 不合理 那如果採不記名投票呢 你的所有選票就沒有差別了 最後只會留下那個甲幾票 乙幾票 丙幾票 丁幾票 然後重點來了 合起來二十票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變成甲加乙加丙加丁 合起來是二十 所以這個是H4取二十 那也就是所謂的C23取二十 可以嗎 那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